历人王静寅控告丈夫陈维桃监听她的官司 北检一妨碍秘密罪起诉了陈维桃在今天是首次开庭 但是陈维桃写了陈报状说母亲身体不舒服 以照顾母亲为由在今天请假没有出庭 身体不舒服我们真的不便多说什么 那真的很谢谢大家关系 也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 然后事情可以顺利的圆满的结束 谢谢 她有很多官司要打 会不会觉得心理压力还是很大 确实会 不过谢谢大家 今天王静寅白跑一趟感觉有点无奈 不过她也再三表示 是官司一天没有解决她的压力很大 希望能够尽速解决她跟陈维桃之间的所有官司